丢经消毒两体文一样都没少 幼儿园业者随时准备好迎接学生 台北市已经宣布可以降载赴业 业者希望桃园26号疫情解封后 可以让幼教业恢复一遇 以业者来状况 我看其实也蛮多业者 现在已经是岌岌可危了 我们前进也不是 后退也不是 收学生家长也是会有疑虑 所以现在面对我们要面对 如此大的一个人事开销 以及租金 劳健保等等之类 我觉得对我们来讲 都是非常大的负担 桃园市儿童福利协会理事长表示 幼教业者面临复刻无期 规模比较小的教育机构 纷纷面临倒闭 部分苦撑的业者为了停损 最终不得不申请撤照 影响层面广大 这部分希望市府能够重视 最终我们也期待在近期 能够尽快的解封 那家长的防疫价 跟照顾孩子的这个部分 也造成家长很大的一个负担 家长没办法把孩子送来幼儿园 也没有办法去工作 造成他们经济上很大的一个损失 所以说我们希望能够创造三营 家长能够安心工作 孩子能够回到教育职场 幼稚园能够顺利的运作 针对幼教业者的反应 是否能恢复上课的部分 桃园市长郑文燦表示 应该由中央疫情指挥中心来指定 市府会依照中央规定执行 记者在我一头有报道